第四位 第四位 哈囉大家好我是立安 嗨我是小祥 哈囉大家好我是Kim 我是Alan 今天鬼哥一樣有登場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完成一個 上次沒有完成的一個 探險 上次我們到了一個樂園 然後中途發生了一些 一些小插曲 一些怪事 所以導致我們並沒有完整的拍攝完 那一個地方 那經過那幾天其實 觀眾一直很想要我們再次二訪 所以我們今天決定 人手帶的比較多 然後才來這個地方 因為上次有提到我們只有三個人 所以那一天King他其實是非常的害怕 他一直跟鬼哥說他想要出來 然後導致後來在鬼哥的頻道那邊 鬼哥有幫他做一個後續的處理 那King今天人比較多了 你有比較放心了嗎 今天應該是有比較放心 但是還是要看待會的狀況 那Alan第一次來現在感覺怎樣 因為這個樂園 上次的故事我有稍微跟大家說 那你也大概知道一些故事 你認為你現在感覺怎樣 感覺蠻好奇的 因為King說看到門口的時候 壓力還蠻大的很恐怖的 今天就來一探究竟 身旁又開始全部都是一些竹林 又開始感受到那種恐怖的氣息 那因為上次的影片 其實有很多人有跟我們說裡面有住戶 但是到底有沒有住人 其實很少人有真正看到他們 都是用聽說來的 那我們今天去主要是要拍攝裡面完整的樣貌給大家看 另外也來順便看看到底哈莫住人 這些去的人他們看到的到底是人還是其他的東西 我們在這裡就先不下定論 待會再進去慢慢跟大家聊 好的我們現在已經把車停好 然後準備又要再進去這間樂園了 那今天我們一樣把防身器具準備得很齊全 King這邊一樣是一隻三段井棍 那Alan這邊也一樣是一隻棍子 那除了這個防身器材以外 我們的側軌器就是交由小箱幫我們把它打開 那鬼哥這邊他可能今天也有準備一些 如果真的有靈體存在 在這一個地方的話 他也有辦法可以處理 因為上次來我們發現 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有靈體還是怎樣 但是為了預防萬一 這種山區的地方多少都會有一些鬼魅存在 所以不管是防身的也好還是法術的也好 今天都是很齊全 所以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去 帶大家把這個地方一次看到夠 那個補光燈先把它打開 上面可以上去嗎? 不行他沒有辦法上去 他有一個旋轉樓梯可以上去 可是有點生鏽會比較危險 好你往旁邊打 OK走 不然上去上面應該蠻陌的 這邊上面你可能不知道有什麼故事 不然你應該不會這樣講 我跟你講一下 這個上面之前有一張照片 出現兩個人 兩個人在上面 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有看你講 你怎麼又在講這個東西了 阿他沒有來過他也沒來過 我不用講嗎? 那你下次等我沒有在的時候再講 走啊走啊 都來了還在擔心 門口就要翻了 喔 一到門口就要翻了 好像上不去 Alan Alan 這個就是上去的地方啊 你要試試看嗎? 你踩踩踩看會不會穩啊 你踩踩看會不會穩啊 你踩踩看會不會穩啊 試試看 他可以到最高啊 他可以到最高啊 不行的話就別勉強喔 鬼哥說怎樣 他的取摸刀沒拿到 所以他現在要走出去啊 對 他回去哪 我現在 打算先讓 小翔在樓下 因為鬼哥 現在回車上拿他的取摸刀 然後現在在這邊而已 這一台撤軌器一直在閃 既然這次已經打算要拍仔細一點了 我決定要走上來這個樓梯 就是之前曾經有看到 有兩個人出現的地方 哇 接過接過 哇 這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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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這一個超薄的耶 你們看喔 他會晃耶 那個會小心 他這個整個會晃耶 你看 這個會摔下去耶 這邊有一個輪椅 輪椅 這裡有一個輪椅 等一下 我把鏡頭轉過去 拍給大家看 那邊要小心 那邊也是一個洞 那邊走過去 應該就直接摔下去 這裡 有 我看到了 欸 他這個輪椅到底是 誰在用的 不知道 有點古怪 這邊有一個很奇怪的味道 有味道嗎 有一個很奇怪的味道 Alan你有聞到嗎 嗯 怪怪的 先下來 你小心 你小心 我再上去囉 要再上去看一下嗎 要不要等鬼哥來 你再上去 等鬼哥來好了 上面不能走 對啊 都腐蝕掉了 不要走好了 不要走 先下來 先下來 我現在已經跟 King還有Alan走下來了 然後 鬼哥現在也剛把他的 驅魔刀帶回來 鬼哥我們剛才有上去樓上 然後 他樓上有放了一台輪椅 不知道是給誰做的 然後 King跟Alan在樓上都聞到一個味道 可是那邊 不太好走 全部都腐蝕掉 那我們這一次就是 只剩下中間那一條路跟 上面那一條 鬼哥好像走上面那一條 因為那邊 好像是通往樂園的路 等一下我問鬼哥好了 我們要走哪一條 走上路 上面那一條 好 鬼哥他 認為要走上面那一條 因為我們上次是走左邊 就是這條小條的 我身後這一條 然後這一次 有中間這一條 跟旁邊這一條 鬼哥說要走上面這一條 如果要遇到人的話 他應該是居在這上面那邊 你說如果要遇到人的話 嗯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看看到底是 真的是有人 還是根本這裡一直以來都沒住人 那這確定我們上次聽到的那聲音就不是 這樣今天等於是要揭開 一連串的秘密 一直以來大家都覺得這裡有住人 那到底有沒有住人 那到底有沒有住人 真的有人有看過他們的 少子又少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到底會不會看到他們 又開始了 又開始了 封住了 他封住了 他封住了 我們現在走到上面這裡 他有把他圍起來 可是他是一個斜坡可以上去 然後 怎麼了 如果我們現在跨越這道欄杆 裡面有住人 嗯 我們就是擅長民宅 嗯 他可以去趕我們 嗯 但是我們沒有行者 嗯 因為我們沒有不離開 嗯 可是我剛剛那個地方我們走進來 沒有行者 嗯 因為他沒有圍 嗯 他等於是開放這樣子 對 他頂多只能把我們趕走而已 就是可能叫警察趕走 不然就是他叫我們離開 對 我們就離開就沒事 好 那我們決定要進去嗎 就進去看一下 不然上次已經來了 等一下後面有聲音 剛才樹林裡面 我聽到霜一聲 要不要進去看你們 每一間 走啊 都已經來了 從旁邊 從旁邊 都應該會常有一些那種 不乾淨的東西吧 當然 我一直聽到後面有一個聲音 你有聽到嗎 嗯 就一直出現在後面那裡 沒關係 我先過 我先嗎還是你先 你先好了 小心有電 等一下 你們要不要挑戰一個刺激一點 你有看到嗎 嗯 這裡有個樓梯可以上去 要不要走這一條看看 可以啊 那我們現在就往這個上面 走上去 OK 他這個是不是等於是樂園的後山啊 應該是 有反應 有反應 有反應喔 這裡還有一個大樓梯耶 爪上去啊 有反應 停停停停停 過來回來回來 不要動不要動 不要動 沒辦法上去了嗎 那邊路整個 被樹蓋住 應該是某個柔軟車的通道吧 應該是 可以啦 可是今天要蹲一下 還能上去嗎 小蝦 你現在狀況還OK嗎 嗯 你哥這邊還不用點香嗎 不用 這邊沒路 蛤 有啦 他很難走 那這樣子下來好了 應該太小條 下去 小心小心 好 都被蓋住了 可是大概都還是維持有一個冷的形狀 可以過去這樣子 你這邊鏡頭帶過去看那邊 就是我們上次走的樂園 對啊 前面那裡就是我們上次來的樂園 走 走到 這邊上面有羊狗 是不是有人 我們進去的時候保持有機 那我們就開夜市功能 然後手電筒等一下換一下 還有一個涼亭 那好像是廟還是住家之類的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不是涼亭 你要不要過去看一下 好適合